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十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是曾經有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一些留言,like,share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的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看反應 對,計分看反應 在今期是尤其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一期升運 我就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去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是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去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散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天平座 這次這個星座發生在你們自己的公位 如果各下是有一些project和什麼有關呢? 第一跟一些靈感和創作有關 第二是比較冒險性的 是跟一些極限運動 或者一些比較危險的興趣有關 或者是充滿競爭性的 那這些project你們真的要著手去做 趁這個農曆九月做得會得心應手事本公佈 但是千萬記住不要跟別人合作去做 一定要一資工去做 否則你就會跟這個合作的partner 是有比較多的爭執 因為他是比較霸道的人 另外這個月跟家庭是容易建立一些衝突的 關於什麼事呢? 是不是真的吵架吵出面? 不是這種衝突 而是你覺得你的家庭會侵吞了你的資源 會損害到你的利益 例如一些金錢上 或者是會佔用你的一些時間 因為你的家庭尤其是你的父母 很希望會是透過獲得你的資源 而令到他們自己是開心 去娛樂自己 例如他們打算去搞一個staycation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預理 但是他們想著你要付錢 給他們去玩 然後作為天秤座 很出名在這裡稱來稱去 你們就會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不公平的 也會覺得他們其實在浪費著 一些很寶寄的資源 但是剛剛那個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那怎會自己去staycation 但是又不預理 但是又要你付錢 但是我當 或者是可能家裡 會供層新的房子 或者有些裝修翻身 可能你未必會很利益 但是他們又要預理你去付錢 或者是下手下腳幫忙 那你就會覺得其實是比較 又是不公平 講一下這些family的事件 那如果你們自己有一些 即是跟家庭都有關的事情 你想去做 例如裝修 搬屋 翻身 那些這樣的事情 那你們自己都不要去搞 因為其實你們本來已經是非常之忙 那又要去再令到自己白上家庭 那你們真的會壓死自己 那其他有什麼事情那麼忙 事業 你們本身的事業工作都比較忙 那所以如果無緣無故搞得 又要顧多一些家庭的事務 其實你們簡直是會逼死自己 何況如果你們真的去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即是一些跟家庭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和你的partner 什麼partner呢 你的屋友 座友 或者是你的同居男女朋友 或者是你的老公老婆 其實都是會比較容易有一些爭執 就著可能怎樣花錢 或者 總之這些事情都是爭執 所以 聽起來是否最好什麼都不做 其實真的 原來農曆九月 天秤座最好就是什麼都不做 正所謂 就是procrastinate 什麼都在那裡討論 還有就算真的做的話 最好自己一支工做 加上火星和水星雙星逆行的狀況之下 有些什麼事情太過pushy的話 反而是會累慘自己的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安年度過這個農曆九月 來